我們今天的訪問嘉賓是MC Jin歐陽靜 他絕對是編曲第一唱歌 中國十三億人口 今時今日有誰不認識他 你問到我跟Francis是怎樣認識 又要我自由風格 其實有點壓力 因為雖然我們溝通不是很多次 但是這次可以看到他做主持 也令我的心拍一跳 希望我們待會談也很有感覺 很開心可以跟他這樣溝通 我們聊天後大家可以下班 乾杯 我們今天有嘉賓有 我們今天有嘉賓有 鼎鼎大名的MC Jin 還有鼎鼎大名的Francis 你好 感謝你 好 我們從第一節開始說 MC Jin 6月4日出生 1982年 沒錯 那為何他在Miami出生 你爸爸媽媽早就疑了問 對 話說我爸爸移民去的時候 是在紐約唐人街 那我估計那個年代 會移民去美國的 其實都是有兩個地點而已 現在你也看到的 一是紐約 為何紐約的唐人街 是所謂最大的一個 另外就是加州那邊 San Francisco San Francisco 或者洛杉磯 是不是洛杉磯 洛杉磯 洛杉磯 總之他們在紐約結婚之後 我想說我們想建立自己的家庭 有小朋友 聽聞就是都覺得 紐約或者我們在說70年代 80年代 跟現在又不同 或者就會覺得 是不是可以嘗試去另外一個城市 那就選了Miami Miami那裡真的很少中國人 當年是的 現在都慢慢慢慢一直擴大 就是那個圈子 整個community 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 那時候 雖然在美國 但是都會有一些所謂很傳統的 香港或者 中國、香港人的一些東西 是什麼呢 就是都會定期去喝茶 假設一個星期一次 怎樣都要去 星期六日 或者還未要回店 因為我家人那時候 開外賣店 對 開外賣店 為什麼我對這一方面 很有印象呢 就是因為那時候 圈子這麼小 你可以去喝茶的地方 只有一個而已 星期日其實都是 喂 肥佬王 怎樣了 喂 今個星期 喂 有沒有看公牛隊 那種音樂 但是一喝完茶 再到外面 即是到外面 就馬上又回到黑人 白人 Hey man Watch where you going man 這些對白不是我說的 是我聽大人說的 但是很有趣的 這個就是變成了我成長的世界 那你童年都覺得挺精彩 有沒有去廚房幫忙 還有你聽甚麼歌 但是當年的中文又聽哪個 英文又聽哪個 中文的 或者當年的香港的一些流行歌曲 歌名就不說了 一來就唱 多麼想用說話留住你 心中想說 一生之中都只有你 夠了… 就是聽這些 聽…當然除了黎珊 當然會聽歌神 會聽歌神 會聽男神 劉華 舞神 郭富城 我也是受他們影響的 那音樂方面就是這樣 在另外一些作品上 我也是完全受香港九十年代的 電影作品受影響的 特別是星爺的作品 但它影響我的層級是極大 在我幽默感那方面 我覺得甚麼好笑甚麼不好笑 我看這個世界 怎樣跟別人溝通 甚至乎我進行了開始玩說話 雖然是用英文說話 去參加比賽 在比賽的時候 根本根本裡面 很多的靈感 那個星爺的影子 其實完全是在這裡的 就是因為比賽 玩Rap 其實一個重點都是甚麼 所謂轉數 你怎樣去消化 在比賽中 去說我甚麼 嗯 我說回這個 其實是怎樣吸收回來 怎樣自己去鑽研 怎樣怎樣 就是圖鶴威龍 星爺和達哥那些 你明白嗎 那些密碼 甚麼密碼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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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經病 真的有密碼 雞雞骨滾滾 原來那些 早說的嘛 就是那種無厘頭 那種狗不搭白 其實是超正 和… 是藝術 說到Freestyle Friday 你參加了 贏了七個星期冠軍 這個比賽… 香港很清楚 有多厲害 發生的時候 我的人生階段又不同 其實也沒有想到那麼長遠 比賽當中 我又沒有想 咦 現在發生這件事 很有可能是 十年後 十五年後 會變成一個好像… 傳說中 有一個華人 去一個黑人電視台 挑戰者的身分 然後就連貫七屆的冠軍 我沒有這麼想的 那時候是想什麼 單純 天真 自我 好自我 只是 我是一個超強的 Rapper 我來這裡 就是要讓大家看到 我有多厲害 但是重點 我經常強調的 就是中間的東西 是最重要 對我來說 我講中間的東西 是那個比賽之後的 哇 峰迴路轉 高又最高的 低又最低的 賺的又賺過 失去的又失去過 我看回網上的資料 就說你推出兩首歌 I got a love 第一首是一首 叫Learn Chinese Learn Chinese 我第一首主打歌 那兩首出來都不是你所想的 但是後來去到你出的碟的時候 也上了Billboard的第54位 對 這個就要看你怎樣 對不起 你先說一下 現在也是一個華人的記錄 也是一個記錄 是的 謝謝大家 這個記錄 我也不會說沒有意義的 我也感恩 而且覺得算是一個成績 但是如果我現在回想 我想最大的所謂的差錯步 大哥 始終都是21、22歲 我不是說這個是藉口 但是實際上 我在這個時候 其實就是更加要收回自己 更加要 多謝大家支持 相反的 他抬到我 他抬到我去那麼高 我的反應就是 咦? 不夠高 你應該是抬我去這裡 因為我跟你說 我出碟的時候 紀錄 實破了 一他們已經將我抬 他們已經將我飄到什麼 我自己再加鹽加醋 再繼續抬 抬 抬 大哥 結果很簡單 你越抬得越高 你抬下來的那一刻 越硬 所以當時 我剛才形容是22、23歲 這個時段 直接到我出了第一隻大碟 其實老實說 你說成績是否極度差 不是的 即是甚麼是極度差 即是那時都在… 那個叫甚麼 銷量 在銷量而言 和在噪音而言 是有的 只不過是 有沒有去到 大家想像中 或者是我自己 碰到那麼高的那個 就沒有了 就差 很遠了 在這一下就是 在第一次讓我看到 咦? 原來我一直以為 是一個美好的夢想 成真的情況 原來是一個樂夢 原來這個 這個所謂的 Rap樂壇 是這麼現實 不是Rap樂壇 原來這個娛樂的世界 是這麼現實的 那再過一下 其實我也記得清楚的 可能最… 谷底谷底是 060、070 這兩年 竟然? 是 谷得爆的 我最直接形容 是最谷底的時候 我自己的心都在想 不知道 街口那間 茶餐廳 我心定 是不是真的要過去看看 是呀 你們現在有沒有 開放 就是 是去到這個位置的 不過 感恩 Touchwood 什麼都好 就是 到最後 我現在想起 去到那個最谷 最谷的時候 都給我 可以 一點點 這裡浮一下 那裡浮一下 你當是一個大海 其實差不多已經是水到鼻 去過眼睛了 頭也下來了 剛剛有個木板飄過 抱著木板 又讓我再浮多一點點 那這些木板是什麼 就是無時無刻 又會有一個 在美國的 那時候 都沒有來香港發展 或者有一個大學打來 我聯絡 電郵 這樣 是呀 我們想看看 MC Jin 會不會想來我們學校 做個 mini show 然後說一下分享 其實當時我都想 分享什麼 分享我現在的谷底 我都不想見人 你還叫我來 不過是現實的 頗不想 都看著那美金 500也好 1000也好 2005年 你跟阿力雲合作 是 但作完那首歌之後 都好像在谷底 為什麼 因為重點是在那一刻 我想我自己的狀態 和心態 已經到達一個放棄的位置 所以我看過那件事 其實也沒有說是 黃力雲這個合作 可以是一個方法 和一個機會 去再發揮 雖然是 因為當時我又不… 就是現在知道 他是一個… 即是不要說是紅還是不紅 總之他是一個 超厲害的音樂人 再加上他當時 或者現在 都是超受歡迎 多粉絲 但那一刻 我太陶醉在自己的世界 也不去了解 這個合作 其實除了只是合作 有甚麼其他的可能性 我只是想 收到消息 又多了一塊木板 其實 好話不要聽 我自己已經放棄了自己 只不過是看那件事 就是看那一刻 合作? 我會傳一首歌給你 然後那首歌又好聽 其實現實的事情都是… 有預算嗎? 有預算嗎? 這樣… 是嗎? 但是… 這個我為何也不介意分享 因為我覺得是重點 因為反映我當時的心態 和看一件事 都是… 只能看到這裡而已 搞笑地說 喂 你有沒有想過用廣東話Rap M.C. Chin 再改一下我就說 好 不如做ABC吧 一晚就在地鐵裡就… ABC是我是我 沒有 而且你不是做了Rapper 你不是歌手 你不是做電視台 你們想多了 十世都想不到 我會站在這裡 喂 歡迎收看今天的勁哥金曲 好 你說你2008年回來的嗎 是 有甚麼驅使你們回來香港發展呢 其實回來香港發展的一個起點 主要是有一次… 也算是在大海浮著浮著的時候 即是找門那段時間 有門嗎?有門嗎? 就很難得的 又是有一次有機會來香港做一個表演 那時候也真的是那些難貴方 小的酒吧 我們請了M.C. Chin 那個…誰知道或者他們都不知道 原來我在美國呢 是快要新火記的了 在某一間茶餐廳 就是去完之後乘地鐵 不知回到哪裡去吃飯 就有人提起 那些搞笑地說 喂 你有沒有想過用廣東話Rap M.C. Chin 你看香港的迪士尼也有了 你是不是時候好好的在這裡做一些東西 那我現在都是那些很喜歡玩的那些 說得就說那些 在那一刻我就說 好啊 不如做ABC吧 老闆 這樣就在地鐵裡面就 ABC是我是我啊 這樣 這首歌 然後到最後整隻大碟 就是這樣來的了 好啦 我回到美國 我滴起心肝 很努力 很有心 去做ABC這隻碟 裡面的什麼什麼 喝口茶 吃個包 其實 好話不聽 你可以說都是無聊 嘩 低級趣味 好嗎 說什麼啊 但在我的立場來說 我就是將我二十多年的 一個ABC 體驗到的東西 聽到的東西 放到那些歌上 做完這隻碟 自然的就是 送回香港給一些朋友 小朋友 喂 可不可以看下 有沒有公司有興趣幫我發汗 因為這隻碟 你不在香港發汗 還可以在哪裡發汗 見一間 被一間 拒絕 見一間 就一個門生 我真的有信心說 在那段時間 香港的有運作的唱片公司 四大的 就是很代表香港的娛樂公司 唱片公司 你想到的一間 我應該都是有 交給他 最 進行的最深入的那些 我甚至乎是跟他坐下一個 Hello Yeah MC Jin 溝通溝通 到最後 總之成不了事 So this is like 06 07 不是谷底 還是谷底那段時間 那在美國 為甚麼是這樣的 是不是 為甚麼是這樣的 但也要接受現實 沒有人想發汗 就不能發汗 我竟然在美國 找到一間 細細的 細細公司 不是甚麼大公司 他就說 挺有趣的 你就是之前在比賽的那個 這個你廣東話的那些 好吧 我幫你發汗 那就很少量地在美國發汗 ABC這支碟 那時候我又是甚麼 進入主題 又多了一塊木 在美國推出ABC這支碟 我覺得已經是一個成績 不過我的點是 我也接受了 沒有了 香港沒有了 這件事 直接到 就是08年了 所以這個08年的事件 每個人都問 你為甚麼放棄美國回來 我都理解不了 你又甚麼甚麼甚麼 為華人真剛 那麼厲害甚麼甚麼 你為甚麼 回頭 每個人都想殺出美國 你就回來這裏 852 那我就說 我來這裏看看有沒有門 大佬 好 是不是 就是看看可不可以再 是真的的 就是那時候 我不是說6月10號 2008落機 其實那時候的心態 都是頂籠三個月給自己 因為我就是說 三個月後應該都沒有門了 就是這裏可以有個門 再浮多一下 浮多幾下 不就回去 就回去 首先你一個ABC 你去做一個香港的電視台 你習慣嗎 而且你不是做了Rapper 你不是歌手 你去做電視台 主持 現在的網民都在說 是的 我覺得有很多都是誤會的 例如第一件事就是 或者大家根本不知道 我來的情況是甚麼 也有些根本不知道 其實我的心態一直都是 特別是現在 都是偏樂觀 所以就是 你剛才提到的那些 哇 去做綜藝 拍劇 就好像給大家想像中 你是一個 You know Hip-Hop Rap人 你為甚麼會去做這些 然後又會覺得好像 難毀了我 覺得我浪費了我的 就是某一些東西 我想這裡說 很清楚 再說多一次 再說多一百萬次都可以的 你們想多了 我不知道多開心 我真的每一件事 從你當是兄弟幫開始 到之後參與的劇 喂大哥 我曾經是主持過勁歌金曲 十輩子都想不到 我會站在那裡 喂 歡迎收看今天的勁歌金曲 我們來看看今天的提名歌曲 然後還要是 哇 這裡這個廠完了 去那個廠 好了 今天我們兄弟幫 有請威師傲發貞 怎麼樣 今天有甚麼事 好 那裡結束 喂 不好意思 勁哥遲了 今天這場戲是… 是 你和我一脫 我躲在地上 好 這個是我的世界 在那段時間 你很享受的 非常享受 所以我希望剪成這樣 就是很享受 很感恩 很神奇 然後到最後 誠實說 有最真的一句 說最真的一句 賺的錢 接到的工作 很棒 就是說一些實質 現實一點的東西 我說我不是想 賺錢 都沒有人相信 還有 It's not real 特別是 我都說了 我當時的心態是 哇 找個門啊 找個門啊 但是 又很極端的 不只是找個門 我都說了 哇 讓我找到這個 喂 這個 Titanic的船 是開心的 不過 最大的收穫 還有令我 真的心靈上 最有滿足感 還有最真是 哇 這件事真是正得棒 就是 隔了一段時間之後 有兩年了 有三年了 在香港了 就是那種 日常 出出入入的 kind of 覺得真的跟 香港人 我知道香港人 這個 term 是很broad 就是覺得真的跟香港人 kind of 聯絡了 這裡就令我想到一件事 都是真的這段時間才學會的 之前的字眼也不懂 而且概念也不太理解 就是這個 觀眾園這件事 我最享受就是那些 那些茶餐廳的時間 飛滴的時間 搭地鐵的時間 你知道嗎 然後就 喂 MC Jin 有時候都是簡單休的 加油 那些… 那些…那些 我就真的 哇 很開心 我覺得 為何我可以有這麼多很好的機會 去發展 接觸新嘗試的東西 其實我覺得 也未必是關乎我的才華 當然不關乎我的外貌 不知道 很英俊 你不要這樣說 很英俊 我想說的就是 如果你真的問我 那你覺得是甚麼 為甚麼有觀眾 為甚麼監製找你拍攝 為甚麼導演讓你做主持 觀眾也是 我希望都是因為 他們感覺到我的誠意 我那個真是… 我…我…我承認 我未必是會做得最好的 在人選來說 不過我保證你 我會是最用心去做 那…我估計 我想這件事對我來說 當時的發展是非常有幫助 你拿這個 大家覺得 很機關算盡的 飛躍進步藍藝員的時候 你有甚麼感受 雖然搞笑而言 我上去說的時候 拿這個得獎感受 我就說 完全沒有心理準備 也預計不到 但之後就拿一張紙出來 其實我要感謝的就是 其實也是有想過 萬一真的有機會拿到的 會說甚麼就好了 所以也有張紙仔準備 有貓子 但是你說去到真的… 那個心態是不是真的 說拿眼 或者提名那一刻 我都… 有得提名嗎 也有些人覺得 他拿了之後 然後又怎樣 他好像走了 是吧 如果…如果算那個… 那個流程 是真的基本上 我拿了那個獎之後 就… 少了在香港 回了美國 因為這個又真是 這麼巧那個時間 是這樣的 就是剛剛那段時間 就是兒子出生 那我很明顯就… 知道那個效果出來 都會好像有點奇怪 有甚麼理由 誰… 大家在那裡 博散上拿獎 你拿了獎之後 你就走了 是啊 不過我又沒有擔心 因為我很清楚 第一件事 不是我策劃出來的 不是我說 你看一下我 喂 我玩了他們頭不頭 拿獎 拿完之後 走 就是 No 我根本沒有遇到提名 再加上沒有遇到 可以真的得到 那既然提名 既然得到 我想表達的 也真是 神經病 Hip HopMan這個形象 要戴面具 是否你自己構思出來的 是我想的 那你的荷包 是否十倍、二十倍 就這樣開始 是… 怎樣 那麼多 少 我已經感覺到 你一個很好的爸爸 永遠都做不到 一個完美的爸爸 我知道我真的… 是否有一個人 是否會這樣 會這樣